那这个方法 一向专念这个方法 这是究竟方便的 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 真正接受了的人 我相信他会把这个方便法 紧紧抓住了分秒必争 一句佛号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什么都不要想了 万元应该放下 一身佛号一身心 这个心是真心福心 你能不抓住吗 而且一身当中 造作失我无力的人 一身当中决定成佛 这一身多长时间 我们看银库法司 那不就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吗 三天成功 证明 梅桃经上所说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为什么能成功 他真放下了 他心是真的 他怕躲跌 他劣根性很重 进不去诱惑 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念来 佛告诉他 你的寿命还有十年 等到你灵命中的时候 再见你 他聪明 他聪明 不要了 我生年的寿命不要 现在就跟你走 佛很慈悲 就同意了 好吧 三天之后 我来接你 为什么 我当时就带着走 阿弥陀佛要用他来表发 让大家相信尽足 当时带走了 没人知道 大家将来打开了个疗黄门的时候 赢口法师 他说 赢口法师怎么念佛就走了 死了 走了 他还让他三天之后 他把门打开 告诉庙里打住 我念了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念来 阿弥陀佛告诉我 再过三天 接引我往生 全世的人都知道 到第三天 看他走不走 真走了 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往生 大家欢喜 全寺庙人都念佛 念了不到一刻钟 古时候的一刻钟 就是现在半个小时 英国法师告诉大家 佛来了 我看到了 我跟他走了 让大家都亲眼看见 真的不是假的 无你是我 多能我生 业障 罪过都不必须管 自然就没有了 你只把这句佛号 认真念下去 自自然然全消了 你的心已经跟阿弥陀佛 相应了 大恩大德要治 治恩报恩 怎么报恩 一向专念 求生进度就是报恩 真报恩 敌人 对 跟阿弥陀佛 都不必须管 判断忍 什么事 没穿过 牙迹能 都不必须管 бог